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白 4月9号柳州将迎来首届的马拉松比赛 同时它还是2023警察马拉松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柳州的市民广场 也就是本次马拉松的起点 本届跑步神会不仅有全程的紫禁花海 更是豪气十足 全马冠军可以获得由东风柳气 亲情赞助的汽车大奖 迎下比赛便可以开走我身旁的这台风行雷霆 现在让我们跟着风行雷霆一起 开启这场美丽的紫禁花之旅吧 现在是前往两公里点的路上 这里是双鱼汇 朋友们一开始千万不要跑得太快 因为这时候你的身子还没有完全热开 这里是两公里处迷你马的转向点 迷你跑的选手们则奔向东边的体育中心 也就是他们的终点继续前行 而半拳马的选手则继续向北 在我的前方就是柳珠的网红见识桥 白沙大桥了 现在是前往七公里处的路上 这里是白沙大桥 这里是大概七公里处上毛州路口的附近 此时半拳马的选手们都已经热身完毕 会慢慢的进入状态 同时这里是半马和全马选手的分流点 半马选手会折返跑上凤凰岭大桥 而全马选手则继续朝前奔跑 比赛全程都有官方指引 不用担心迷路 来吧 这里是遮掘江大桥 这是前往十公里处的路上 从十公里开始 赛道两边观众的加油声会越来越少 但是景色却渐入佳境 两边道路的紫禁花会越来越多 同时请调整好你的呼吸和步伐 进入一个长长的上缓坡 本路段是全程挑战难度系数最高的 有较长的上坡距离 来各位朋友请跟上吧 这里是前往25公里处的路上 25公里左右 在我身后是柳州的官塘大桥 此段行程过半也有一定的坡度 一定要记得补给 同时这里坡度变化比较大 注意配速调节好自己的呼吸 走吧 这里是大概27公里处 看柳江对岸便是我们的柳州汽车城了 柳州的汽车名片东风柳七便坐落在那 我们的冠军奖品风行雷霆便是铲子那里 前面就是我们的环江风雨桥了 走吧 现在是前往30公里处的路上 这里是环江风雨桥 我身后是三门江大桥 这里是全马的30公里处 是一个分水岭 对于精英选手来说 前面的30公里都是热身 最后的12公里才是重头戏 但是对于绝大部分的业余选手来说 这个路段会让很多人进入掉速期和撞墙期 此时我们应该平稳心态 坦然面对 加油 接下来我们前往34.3公里处 34.3公里了 沿着环江冰水大道继续向北进发 此路段的难度比较低 我们会经过三门江国家森林公园 会遇到持续的下坡 选手们要注意控制自己的脚步 稳步前进 我们也可以放松身体 平稳降低之前上坡的心率 这是前往39.8公里处的路上 我现在的位置是39.8公里处 广西科技大学的门口 当你来到这的时候呢 就说明你离终点已经近在咫尺了 保持住 调整好步伐 向终点 全力冲刺 到达市民广场终点过后 不要在拱门处逗留 领取完赛的奖牌和完赛物品之后 我们做一个拉伸 恢复 然后可以美美的下载照片 发朋友圈了 那本次的探索之旅呢 也就到此结束了 希望大家在比赛过程中 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加油